这是度回圈 度回圈里面 我们如果要把1加到100 1加到100的话 那这边用度回圈 我们也是后摄 你看这地方 也是第一个就是说 i等于0 然后上等于0 就是说预设我们这个回圈数 然后加总数 加总数 那进入回圈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就先做一个加 加的动作 那预设值它是0 所以第一次其实是没有做动作的 因为0 0加0 0加加还是0 那再来这个地方才是加1 所以这边才是变成1 进入到这个地方 那当这个 如果说i大于 小于等于这个100的时候 它才跳开回圈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等于是我们执行看看 结果加起来就是 5,050 5,050 5,050 那如果说今天 其实主要 顺便要比较一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用报导回圈来改写 那其实位置要放在哪里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要把这个程式 这个部分判断是把它跟度 Change 把它移过去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做好的结果 我如果说今天把这个判断是放在上面之后呢 其实结果呢也是 是有没有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后摄跟前摄 那这一题比较单纯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的预设值i是0 所以它第一次是不做 不做动作 也就是没有跑任何东西出来 所以也没有累加啦 只有跑 但是没有再加它的数字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一样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把这个 这个回圈改成放回圈该怎么做 其实前面也做过 有没有 放回圈嘛 那放回圈的部分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初始值 好吧 来这边我已经做好一个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也是初始值 有没有 那假设我要把这个 加总从1到100的话呢 那这边就把条件设为什么呢 设为小于等于100的情况下 不然它就继续回圈 然后这个地方后面就是 我要做的动作就是 i等于i加 你或者i加加也可以 那再做一个加总 那最后的结果呢 秀出来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加总也是5050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利用这个范例 5之20的地方 并且把这个程式稍微改写一下 那了解一下度回圈 度回圈跟画的回圈之间的差异 放的位置 诶哪个地方该怎么放 再来呢 跟负回圈之间的一个关联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利用这个负回圈呢 做加总 那这三者之间呢 实际上只是说你的条件放在怎么位置 结果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